有不同城市 一块热闹的景象 今天有数以万计的市民和外地游客 在这里欢声笑语共度佳节 我是仙湖植物园 荔枝公园等场所 昨天以来一直人潮如涌 尽管今天艳阳高照 但在仙湖植物园这条蜿蜒的山道上 车辆和行人始终乐意不绝 人们脸上都洋溢着喜悦和兴奋 今天是过庆节 是祖国母亲的生日 我在百忙之中呢 也把母亲带到这里来欢度这个节日 那么觉得今年的国庆节和往年 有什么不同的意义吗 很好 这个群情振奋啊 大家都很高兴很开心 到这个旅游年去玩 就说明了这个十五大之后啊 我们这个党和国家的政策 是大快的人心 深的人心的 当然很高兴了 香港又回归 十五大又闭幕 今天又是国庆节 又是四十八周年 我们都很高兴了 无论是在公园的草坪上 还是在湖面上 人们都兴致勃勃参观和娱乐 在这里或携家带口 或师生同乐 或同学同乡聚会 公园里处处一派欢乐祥和 那从现在说生活也很大提高了 不像过去生活上仇事很多 现在没什么仇事了 另外生活的类型也有些转变了 过去是温饱型了 现在基本上现在我孩子家 他们是基本上达到小康型 所以除了吃了喝了之外了 就是用部分时间来 再丰富一下今天生活 绅士记者报道 谢谢 感谢观看